那我們來試一下最後就是 我們把廣播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動畫還有那個圖層物件的管理 我們回到這邊啦 如果你想要管理一下我們這裡面的因為有時候東西太小你不知道放在哪邊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圖層 那預設的話呢他會 只有顯示就是你目前這個 視窗上看得到的範圍的那些圖層 這樣了解齁 因為他這個視窗看不到顯示出來也沒用嘛 對不對 雖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取消啦不過大部分我還是把他弄起來 這樣會比較好找 那你找到之後你看我們右手邊你要他就點到他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你滑過去就可以選到他 反正你點到誰 就是叫誰嘛 不要了是不是從這邊刪除也可以 也可以把眼睛關掉你不要出來有沒有 這樣在管理圖層上他是相對比較方便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你想要做動畫的話 好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進來 你看我們先預覽一下這個一進來 目前是不是就直接進來了 但是 其實我動畫不會做太多 因為做太多有時候會 覺得太 在 都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整張紙都可以動 你又進來又太多動畫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要動很多 但又也太過動了有沒有 好所以呢我們點到他 這裡 你看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動畫 了解了 所以呢我們就從這邊進來了 他會進到另外一個模組 動畫模組 動畫模組 那會有一個教學啦 我就直接退出來就好 反正知道就好 好 首先你先找到你要做動畫的 這個圖層 我們看一下在下面下面 我要做的是文字嘛 你看這個每一滴都可以做 有沒有 點到他的對不對 點到我要做動畫的 上面有沒有叫添加動畫 所以我們從這邊進來 那這邊你有很多可以選 我通常是 不會選太複雜的 你看一下 點一下動畫這裡 滑過去有沒有做一個給你看 那你要看一下 會斷腰腰腰就好了嘛 好 所以我已經嫁進來了 欸 你們在跑口裡做動畫 有哪幾種的 啟動的狀態 一種是進去 進去的話就直接 看到對不對 一種是要點下去 一種是進去或離開嘛 那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隻滑鼠 這個字鼠點一下才進來的 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話 那你應該知道了吧 你不覺得都一樣嗎 所以假設我要跟著上個一起 好 那就這樣 你也可以設定他的什麼 時間有沒有 動畫的時間 你要長一點 短一點 好 要不要delay一下 OK 做好了你可以退出 我們現在再預覽一下 因為我delay比較久嘛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慢慢進來 這樣標籤 OK 所以 他的動畫就像這樣子而已 只是我通常點多在標題的部分做一下 內容 就看情形 真的需要再用 不然的話我會盡量就是 到那邊就好了 反正剩下我就解釋啊 對不對 反正你還要練習一下口才嘛 不是嗎 把死的講成火的也是算你厲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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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